这次荒野独居来的都是些什么神仙选手 不是钓鱼钓到手都软 就是松鸡吃到腻 就连树上活生生的小松鼠都不放过 地上未成年的小老鼠也惨遭毒手 最后还被做成了鼠皮毛毯子 高手的挑战果然残忍又精彩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集说到挑战仅仅过去了20天 就已经拥有4名选手 饿成了皮包骨 无奈的提前拳不外提筒跑路了 赛场上还剩下6名挑战选手 此时已是饿到了奄奄一息的状态 随着寒冷的严冬即将来临 挑战也将进入到地狱史诗级别的难度 一场生存大佬真正的较量 正是进入白热化阶段 已经好几天没肉下毒的艾伦 此时不得不花费时间来编织四网 也许实在是太饿了 就连织网的速度都像加速外挂一样 仅仅用了半天时间 就迅速织好了一张鱼网 可能天气已经逐渐开始变了 身为十年老渔民的他 已经一连好几天 没有吃过一顿像养鱼肉了 这次有了鱼网 是继续挑战还是回家热炕头哄老婆 就看这鱼网给不给力了 扛着饥饿的灵魂回到庇护所 他继续完善自己的老巢 冬天即将来立 一个扎实的庇护所 是拿到奖金的必要条件 他给庇护所搞了一扇木门 然后往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苔藓 最后再用木棍和绳子把苔藓固定住 看看这成品效果 别说防寒保暖了 在里面菊桑拿都行 然而上帝给你开了一扇窗 肯定会把你的门给堵死 辛苦编织的鱼网 一连两天鱼毛都没捞到 开局到现在艾伦受了三十几斤 开局前增肥的四十斤 到现在消耗的已经差不多 如果再没米下肚 艾伦的处境很堪忧 绝望的艾伦只能来到湖边钓鱼 但接下来的这一幕 我感觉他比中了头奖还疯狂 这简直就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十几条大尊鱼在手上 少说都有十几斤 就算天天吃也能扛个十天半个月 不出意外的话 决赛圈的名额他提前预定好了 自从上一季詹姆斯利用路亚鱼竿 钓到了几条大鱼后 现在他每天都把自制的鱼尔亲上几口 不出意外的话 仅靠这鱼尔 他就能一条路顺利地走到决赛圈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肯定就要来了 这天他再次来到湖边钓鱼 毫无意外 大鱼没几分钟就上钩了 一番奈利搏斗后 又是一条十几斤的大孙鱼到手 詹姆斯怎么看都感觉这鱼还有点小 接着他又抛下了第二杆 这次大鱼没几分钟又赶着咬钩了 就这样的上货率 不用想今晚又是一个吃到成初时的夜晚 然而老天更快就给他来了当头一棒 这鱼没拉上来 脱钩了不要紧 关键是这次连鱼钩都没了 猛逼的詹姆斯此时兴致全无 没办法他只能重新捡来一块木头制作鱼尔 但他明白之前神一样的鱼尔 自己这辈子也造不出来了 今晚继续钓鱼已经不现实 灰心丧气的詹姆斯气得连晚饭都没吃 第二天一大早 经过一晚上的精心制作 一个金灿灿的路亚鱼尔再次闪亮登场 存手工制作 过程绝不参甲 詹姆斯对自己的鱼尔很有信心 双手一挥 崭新的鱼尔正式下水 詹姆斯感觉整个迅鲁湖都为之颤抖 果然没过几分钟 一条不知死活的蛋白质就咬钩了 没猜错的话这次又出意外了 大鱼没捞上来 刚做好鱼尔又丢了 心碎的詹姆斯此时感觉小心脏再被践踏 要不是理智战胜了冲动 此时他想跳河的心都有了 连续失去鱼尔和鱼钩 这让他感到后怕 因为目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鱼钩了 如果再丢一次 他的荒野生涯也将宣告结束 凯德脑子里一直有个执念 来参加挑战 就为了合法捕到一头大黑熊 身为荒野猎人的他 坚决放弃钓鱼这一获取食物的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专注他的猎熊之旅 但上帝就是个爱跟你开玩笑的小老头 在这片号称有五万头黑熊的丛林 凯德就连他们的踪影都没见到过 反而新鲜热辣的Oli 给到时采到过不少 不死心的凯德 来到熊出没的江国地带 这里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兽性 多年打猎经验告诉他 这里经常有蛋白质出没在这里觅食 凯德决定在一旁搭建个伏机点 来一个守株带熊 只需用松树枝搭起来做掩体 他就进入了思考人生的状态 结果大半天过去了 别说大黑熊了 连熊毛都没见着 一脸猛逼的凯德终于猛逼了 根据他身体的饥饿程度 凯德意识到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猎熊了 就在他心灰意冷时 一只不知死活的松树出现了 正猛逼的凯恩瞬间来了精神 二话不说就拿了弓箭准备射杀 好家伙 射中了又没完全射中 中间的松树 凭借着最后一口气爬到了树顶上 心想着就算死也要给自己留个全尸 可饥饿的凯德怎么会惯着他 直接手脚并用 就开始了爬树追杀老松树之旅 一鼓作气就爬到了树顶 没想到松树是个绝强的家伙 一阵叽叽瓦瓦的惨叫声过后 凯德利用大腿摩擦下树法 每两秒就回到了地面 他的双手已经被咬得不成样子 尽管会有感染病毒的风险 但对饿得头皮发麻的凯德来说 没有什么比吃顿饱饭更重要的了 废话不多说 马上回庇护所准备生火干饭 生存挑战来到了19天 同样放弃钓鱼的米奇 天天都在小树林里打猎找失误 他也是好几天每米下毒了 现在米奇的庇护所 还只是个半成品 为了迎接冬天的来临 凯德决定继续完善他那简陋的庇护所 先把四处漏风的窟窿堵上 他一直以来手一活就是个渣渣 以至于他十几天以来 才搞了个木架 他把树干鞋烤在框架上 再把砍下的树枝往上面移铺 虽然看上去还是像个杂草堆 但至少能在冬天来临时抵御风寒了 希望能扛得住冬天大雪的鸡鸭吧 搭建好庇护所的米奇 看着天空中飘着稀微的雪花 他知道寒冬已经来临 为了充实自己身体的脂肪含量过冬 他又开始制作起了捕鼠陷阱 来这那么多天 周围的松鼠简直吵到他心烦 现在说什么也要实施反击了 米奇把三根木根拼成一个三角形结构 一番操作之后 来到周围寻找合适的陷阱头放点 用石板压住三角形支撑杆 石板下再放上蘑菇当诱饵 这套死亡装置一旦安装好 周围的小松鼠就狠狠地接受社会的毒打吧 时间来到第二天 刚掀开陷阱石板 一只新鲜的野生薯片 早就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 虽然个头不大 但足以让米奇饱餐一顿 架上大头灯 米奇给小老鼠来了一场小手术 十几分钟后一番瞎操作下来 米奇很快就将小老鼠的羽绒服脱掉了 目次脱皮手术很成功 接着就是穿在木棍上细火慢烤 也不知烤熟了没 反正米奇吃得连骨头都没剩 那口感 那味道 绝对算得上人间一学 吃饱喝醋后 米奇终于对老鼠的那件羽绒服下手了 他将鼠皮架在金属圈上 然后用细线把鼠皮撑满整个圆圈 据说他要给自己的小老弟做件衣服 就是不知道这尺寸会不会太大了 凯德这边起了个大噪 看着眼前的迷雾 不禁感慨起来 昨天才勒紧的裤腰带 今天又hold不住了 上次抓的松树 早已消化的成归尘土归土了 此时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个不停 为了给身子补充营养 凯德实在没办法 他只能把裤腰带切下来 然后切成小块熬汤喝 可这东西不管用大火煮多久 吃到嘴里还是硬邦邦的一坨 就像变灭了几个星期的欧力给一样 根本嚼不烂还难以下咽 就算在饥饿的驱使下 凯德依然忍不住的吐了出来 既然皮带吃不了 那这锅慢炖了几个小时老火浓汤 就肯定不能错过了 凯德一口闷完 这味道简直比万年地沟油还要正宗 四十五入也算是吃了个早餐 精神也比刚起床那会好多了 他又拿着弓箭 来到了那片熊出没的浆果地 作为猎人虽然毛都没抓到 但那份没收获不罢休的心态可不能丢 可一路走下来 大黑熊依然没有踪影 他只能找脱熊粪来冲竖 他看了看左右没人 随手就在熊粪了 掏了两颗坚果出来 凯德也没多想 下一秒就塞进了嘴里 那味道真的是难以言表 吃完了坚果 凯德感觉自己已经尝过了熊的味道 打算回去提筒跑路 结果刚站起身 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 这时人饥饿到了极点引发的 低血糖头晕现象 现在的凯德又困又烈还很饿 没走几步就会上气不接下气的大船 结果当他再次搬腰摘浆果时 支撑不住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一个小时过去后 凯德这才缓缓醒过来 此时他甚至此处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 一股从未有过的绝望感袭卷了全身 这下次不走真不行了 不然自己很可能会成为荒野独居史上 第一个饿死在荒野的选手 这一刻他想了很多 老婆和孩子的画面 一直在脑子里游荡 犹豫了很久 他终于拿起了大哥大 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选手 只是他在猎猩这方面太过于执着 来自猎人的自信和盲目信仰 让他放下了捕鱼这个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 以至于他在捕熊这条路上 一头走到黑 最终连黑熊的影子都没见着 但归根到底还是他的运气太差 这片土地上五万只黑熊 来着二十几天竟然连熊毛都没遇上 这运气真的是倒霉给倒霉他妈开门 简直倒霉到家了 这次回家希望他下次能调整好心态 再次回到战场上参加复活赛吧 好了 今天的荒野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视频吧